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柳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报》和《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的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第一宗新闻要谈谈炒公务员的问题 我觉得挺有趣 因为在早前疫情高峰期时 市民对于公务员方面相当不满 然后就觉得有没有搞错 这班人究竟有没有工作 打电话又没有人 物资又给不到我 饭又冷 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延伸到现在的时候 就会觉得疫情也叫做回稳一些 不过经济方面 也不算是好点 也被找 有些人招散 也有 有些人可能还没找到工作 也有 有些人可能转了工作 也有 各自各都会想起 为什么现在这样 是不是跟公务员有关 或者见到公务员还叫做铁饭碗 之前说什么加薪的幅度 其实公务员真的成为了一个风眼 较早前施政报告一出的时候 也有说 关于日后会简化的程序去炒公务员 似乎市民那方面都好像不太满意 要即炒 不要再简化程序了 即炒 不要搞那么多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要这样做也很难 就算是一间公司来说 也要有一定的程序 有充分理由 或者要补钱 这样 看到挺有趣 现在看到公布了数据出来 就说一下 原来在2017-2018这个年度 去到2021-2022 夹夸门门 即五个财政年度 都有1,125个公务员 因为干犯了严重不当 或者被裁定干犯了刑事罪行 而接受到正式的纪律行动和惩处 当中有156个人被免职 数据来说 都算是有1,000多人 差不多了 我想这1,000多人都是一般 做事都是肥溜溜的 平时 要不然也不会干犯一些不当行为 再加上 刚才提到 原来这五年来说 也有100多人 正正式式兜走了 奇怪 上年来说 占了52宗 即使上一个年度计 已经占了五年里面的三分之一 去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去年兜走了那么多人 如是者 马上有人想 是不是和2019年的抗争有关 所以搞到他们这个时候 就终于裁定罪成了 这样那样 他在坐牢 各自各精彩 不过就算你说炒了100多人 那些人都觉得不够 都要觉得 有没有搞错 怎么会这么少 这种意见我相信 都是由于社会一直以来 都有一种对政府不满的情绪 所以才会导致这样 事实上不是一个理性的表现 这是我的看法 那即使没有理由 他们过得这么好 不可以 他们一起 这样才可以 一起上一起 全香港一起 不过怎么也好 接下来都说会除了炒人之外 会推出一个行政长官表扬榜的奖励计划 就会定期公开去表扬一些优秀 而且具有示范作用的团队 或者人员 这个都要看社会气氛 又或者可能觉得 哎呀 不是吧 他们很差 有时公务员 我们都知道 有不同的部门 有税局 有教育局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不可以一塌 一触高打一船人 例如你觉得 教育方面 做得不太好 如果到时行政长官表扬 例如环境局也好 甚至乎 较早前 我们看到 去洗太平地 大埔那些 是啊 例如去表扬一下这些 你记住 一件还一件 看什么部门 就不要一塌地觉得 他们都要不得好过 不得好死 这个就不会太夸张了 应该这样的 是没错 总之 那52个被免职 我意思是在上年度那些 或者 我觉得应该参考较早前 那些什么鬼 疫情来说 说走了的人 他们究竟是什么年纪呢 会不会有长期病患呢 让别人不用猜猜 叫这么多想象 这52个人免职 他们是什么原因被免职 就是犯了什么 让别人知道 原来犯了这些罪名 或者做了这些事情 就会被兜走 如果市民 起码都有概念 就会好一点 不会觉得好像 会不会无法无天 如果不是这样 就给了别人很大的想象空间 又是麻烦的 是吗 也是的 也是要小心一点 真的就是这样 昨天那段片段 二十大闭幕的时候 胡锦涛被请离开 起床的时候有点难搞 然后手背 记住 轻轻碰到习主席的肩膀 然后再拍一拍李克强 拍一拍他的肩膀 然后才走 哇 只是这段片 看图作文 或者是 是呀 作什么对白的 还是什么 哇 很厉害 成为一个创作的素材 我在《马韩自由》都有这样写 那条片 现在很火 很厉害 大家估计 为什么会这样做 社长会慢慢和大家否释一下 不过那些 黄色KOL 簡直是韩逢金路 很厉害 是 很棒 觉得难得 这么好的素材 不作他 就真的对不住他 就是那种感觉 不只是那帮黄色KOL 其他国家的媒体也是这样写 作很多故事出来 作得很厉害 就是 之前 你又说 习主席又说失势 又说要夺权 又说如何围攻他 又说如何围攻他 又说他 又说他 独栏大权 又如何 那么容易 是呀 是吗 还是 之前疑似想向他奪权的人太流 奪不到 所以他觉得独栏 是 真的很好笑 神是你们 鬼是你们 什么鬼 大家一起不妨留言说一下 好了 那我们回来说一下香港新闻 好 这些什么创作 让他们自己继续创作 哇 厉害 我看到 竟然 甲宋师 都没算厉害 有放宿师 放宿师 什么事 还要最小的年纪 是15岁 现在看到 沙田 一个叫做反非法放宿的行动里面 拘捕了16个男女 最小最小的放宿师 是15岁 当然了 放宿师 放完当然要收 15岁 哈哈哈哈 好厉害 英雄出少年 哈哈哈哈 就是给他们做一个黑色洁青 要要 15岁 大哥 15岁我自己在做什么 15岁我自己做 我自己 哈哈 15岁就放宿了 是啊 很厉害 这个行动也展开了两个月 第一阶段就叫做以防罪行 和教育为主 联络回同区里面的五金泡 物业管理 保安 搞一些座谈会 这么有趣 特意要找五金泡 为什么其他也没有了 木工那些也没有 或者猪肉泡也没有 那我讲解一下最新的犯案趋势 和犯案守法 目的是什么呢 在源头制止 和打击相关的罪案 很明显 真的想告诉你 警方是帮助你的 有问题就不要啞耳 第二阶段 就是情报主导 和执法 和拘捕行动 是不是收到他们 哎呀 看到警方真的很帮忙 很温暖 暴存 刚才看到了 行动里面 拘捕了这一群人 有些人报清 学生 或者是地盘工人 或者商人 或者是无事 那加起来 就是大概今年的三月至九月里面 应该都有半年时间 有十一宗非法收数的案件 他们那个放数师 那个利率很厉害 年利率是360% 哇 这么厉害 没抢 对 好过去抢 不过去到那么尽 欠债人都挺难叫做 如期还款 所以就要再去 发展他们的一个行业 再找这些放数师 还有收数师 人家借了你这么高的高利贷 你犯法的 对不对 那报警就解决了 钱也不用还 对不对 有些怕他们的势力会很庞大 就算警方拘捕了这个 放数师的集团究竟是怎样 因为很麻烦 这些 再报警 再报警 一千块钱我也不还给你的 多难 因为可能到时候你要住安全屋才行 因为通常是这样的 我们要讲解一下 颜色背景是怎样做的 颜色背景 他们可能会做中介 再有一些 真的表面上 就开了一间公司出来 就做财务公司 里面有董事 有经理 有成的 如是者 这些年轻 就会有一间 真的有办公室 所以为什么说他们是放数师 真的有功 真是 真是 但是不需要电脑 坐在那里 就站在脚 在那里等 在那里 开一下红柳 写定字条 写定 拿好一些 太空手机 有些有电脑 有些有电脑 在那里按一下 有记录 可能用google drive 入定了资料 方便看 知道要去哪里 如是者 现在警方都说 这些叫做收数师 放数师 红柳师 那些 有机会被控油荡 以及刑事毁坏 最高的刑罚 是可以判处监两年 到十年都不定 未成年那些都麻烦了 也有机会留案底 或者判处一些机流性的刑罚 例如劳教中心 更生中心 教导所 禁法院 所以叫他们 不要停而走险 走去做放数师 收数师 红柳师 好了 看到这些年轻 有时都觉得 这么小 停而走险 有学坏 太离谱了 是的 好 那年轻方面 说完了 不如说说那些阿叔 好吗 那些阿伯 似乎 没有了维园 被他们洩焚 或者真是骂 现在看到 将军澳区 据说 有两位阿叔 一个 就64岁 一个 就66岁 那两个 加上都过百岁 八二岁 对啊 过百二岁 两个加上 真是厉害 这么好火 好火就是什么呢 就说 在将军澳清水湾 等巴士的时候 就怀疑 因为路面比较狹窄 身体就发生碰撞 可能肩膀就撞肩膀 然后眼超超 就不信超 这些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 其实 一大年纪都会 现在就是 眼超超 这个行为 是无分年龄的 有时候我们小时候 看到那些人 前面走着的 不信超 就会刻意 拿肩膀撞一下 或者捧一下 撞一下 是 什么呀 或者拿个 身后撞住人 接着两个走过 刷身而过之后 基本上 最多是转回头 什么什么 做粗口 口型 是的 不敢动手 最多动手 都会动 不过举个中指 或者一个粗口手势 是的 是这样 那就算了 竟然很厉害 他们两个 碰撞完之后 就粗口 互相去骂 其中一个 六十四岁的 哥 一拳 就打去对方 另一个 就失去平衡 就踏了落地 混乱期间 很快手 六十六岁的 就在背囊 拿一只不锈钢的匙羹 还拖 是啊 这个匙羹 带着匙羹出街干什么 随时可以拿出来 搞一些咖啡 不知道吃饭 还是什么 挺有趣的 还是新买的 我们不知道 一下子就插进去 插进去 插进去 再插进去 右眼的眼袋 好彩啊 插进去眼珠 整只眼珠挖出来都可以 是啊 真是麻烦 哇 你这么狼死了 喂 伯伯 打完打 大哥 不要拿东西 不知道 普通眼超超 又不是什么大件事 这么好火都有 真的 哇 不用这么夸张 抽了你一下 第一 眼超超 超圆的 要不要动手呢 还要拿武器插进人家的眼睛 幸好他看到眼袋就割到 就把茄汁都流出来了 哇 看到警方来到 要把他双手 反绑 就插进去 哇 这个人很夸张啊 等一等巴士而已 是啊 这么小的事 遲一个位置 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就是两个本身 等巴士的时候 大家互相看 互相看之后 就觉得不高兴 看什么 啊 有什么看啊 搞着搞着就 虽然这种激烈冲突 是啊 眼都插爆你 再看 真的插他 不过刚才台日文 就说他带了一个池羹出街 你干什么 如果你问我呢 我更厉害 我是有一套餐具 在包裹里 哇 你更厉害 一拉开盒子 有一只池羹 一只叉 还有一对筷子 真的插什么都行 很厉害啊 因为有时候去台湾的餐厅 吃东西 小店那些 又不想用他那些什么 木筷子啊 膠羹那些 膠羹又小到什么 那些 那就用自己的餐具 还有环保一点 遲些 香港人说走素 那些塑膠那些又不能用 我想大家就开始习惯了 那好了 那说完这一单之后 不如说一说另外 香港呢 有一件事挺离奇啊 就是这个旺角闹市 走着街的时候 突然间天降了一只 搭棚的竹子 整只飞了下来 大粒 是啊 真是大粒 就打中了一个四岁的男孩 哇大小 我们经常都说 因为旺角旺角嘛 这么多人走街 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外的 太离谱了 是啊 不过呢 始终那些 搭棚师傅 都是人来的嘛 那他们都会有机会 挫手 为什么怀疑呢 一个搭棚工 搭棚的时候 就善手 所以整只竹 就飞了下来 那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 走街的时候 都会留意一下 即是 如果有人在上面 高空工作 还是怎么样 我都会 用手遮住自己的头 先 我会避开 你高空工作 就走去对面街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跌下来 有时候 真的很危险 尤其是 香港 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很多建筑都会用竹棚 其他地方很少用竹棚 很少说会这样 在香港这么特殊 喜欢用竹棚 竹棚 就是 会见到很多工人 就这样 徒手 拿一支竹 一支一支推上去 我自己觉得 真的很牙烟 你不知道会不会失手 就是 今次真的在旺角闹市 出现失手情况 还要击中一位四岁的男童 我相信他妈妈都非常紧张 非常担心 是啊 那一支东西是七尺长 那男孩 幸好不是中到正正的一只 幸好 都算是中头掌 是肩膀 红了 还有少少乳伤 幸好都要急救得到 所以警察都要把哥哥拘捕了 因为真的 他是犯了简易程序 治罪条例里面的4B括弧1 就是有人在建筑物里面 丢了任何东西 或者容许一些东西 在建筑物下跌下来 然后对公众地方里面 或者附近的人 造成危险或者損害 都是犯了罪的 最高是判罚款一支东西 以及监禁六个月 要监禁 这些真的要小心 不是可以吓流流去做 是啊 好了 说完小孩子4岁这件事 看到很多媒体都报道一件事 就是说起台湾的一件 和小孩子有关的事 不过这个小孩子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要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程 说他爸爸 就走了去问麦当劳的店员 可不可以叫陈祖 就是早餐时间 就帮他做炸鸡 还有麦乐鸡 还有薯条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台湾也一样 晨早11点之前 是没有薯条 只有薯饼 只有早餐 只有早餐 那些食物 如是姐 可不可以帮帮忙 等他可以带他 他的小朋友的最后一程 就是那个告别式 大年的时候 就放来做制版 接着这间麦当劳的店员 都说可以 问一问经理 都可以帮他预备得到 所以他爸爸 都放在祭坛前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那些酱 炸鸡 那些人就说 这间店铺很好 通常都说不行 规矩不可以 发现到有点麻烦 打针丹 不过这间麦当劳 都照跟他搞 接着那些人说 要做的 是的 就是说 看到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可能会问 那你不昨晚买顶 那第二天 就翻炸 当然 有些人说 冬也好 热也好 他都不知道 但是 当一个爸爸 想最后一程做好一点的时候 希望也算是新鲜些 拿到来 有些人说 要吃爆这间麦当劳 就另类的吃爆它 大家有时看这些人情美的东西也好 我们今天的早晨时段 不如先来到这里 好吗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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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